李宗盛 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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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香港的晚上朋友 各位香港优秀企业界朋友 大家早上好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广东人 只不过我的白话说得不太好 所以今次来 我全程用普通话和各位交流 关于我们说 一帆一圆如何 帮到外贸方面 出口感觉之后 所以我会切换成普通话的频道 我是一个十三年的老打理人 在十三年的过程当中 其实在整个见证的时候 我们关于互联网方面的发展 我们往下看 不好摇 谢谢 那么其实 关于互联网这个话题 现在是在当下是最热的话题之一 尤其在去年这个 两会的期间的 柯强总理所提出来的 互联网家的概念 深入人心 我相信不仅仅是在大陆 也包括我们的来自这个 香港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 对互联网的认知 都会比往更深 但是我们在对任何一项事物 在了解的时候 我们应该看看它的趋势 是如何 其实说在这个期视下 我们可以去做什么 那么其实对互联网最早的认知 我相信在一九九几年到零三年期间的话 我应该是摇指哪个 那我们说最早的认知 对互联网的认知都是处在 它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获取 比如说资讯 可以去听音乐 可以去看新闻 再后来呢 尤其在大陆这个互联网发展 最快的阶段 或者说最好的一个 这个起步的一个阶段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零三年的时候 那零三年的时候 大家知道在大陆当时SARS 就是非典 充实了整个的社会的环境 所以对于很多言来 通过展会方式来 进行贸易洽谈的这种方式 变得不太可行 一是否在零三年的时候 零三年时候我们会看到 原来互联网 它不仅仅可以让我们看到新闻 也可以看到这个听到音乐 它还可以像展会那样 可以去做生意 所以它会长成了更多人的认知说 互联网是可以来去做生意的 原来不仅仅是简单的看新闻 或者听音乐的概念 当然更后期呢 我们会发现 原来在互联网 不仅仅它可以做生意 而且它还可以是 成为企业的全部 那这个阶段 是在什么时候阶段呢 这个阶段就是 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很明显的会看到 我这个摇不好摇啊 能挽回吗 帮我切换一下 挽回好吗 再挽回好不好 OK 我们会看到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说互联网站 当它发展到08年的时候 08年的时候又是一个大事件 就是这个全球的金融危机 那么这个大事件当中 尤其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是跟外贸或者外销 或者说出口 生意相关联的企业会 更明显的感知说 原来在08年之后 原来我跟海外的客商 我跟美国的客户 可能签订的合同 可能签订的订单 是这个以大的订单为主的 然后合同的期限呢 时间也比较长 一年两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但是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呢 发现原来不仅仅说 这个我们受到冲击 是我们的大部分的采购商 都受到冲击 他们的资金链断裂 或者又加上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汇率的调整 原材料成本的增加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等等等等都促使说 原来我们很多的外贸的出口的订单 从原来一大笔的大的订单 被拆分人小的订单 原来从短长期的订单 被拆分人短期的订单 一是否这种碎片化的订单 对互联网而言 它就成了最大的一个市场的空间 那么所以说在最早期的时候 很多的企业仅仅把互联网当中 都是一种区道来看 再后来会发现 由于订单的拆解 很多人可以认知到说 原来互联网 它不仅仅是我的销售的区道之一 它还可以成为我的企业的全部 甚至在我的企业过程当中 我要把它当作是 像水电煤那样的基础设施来去打造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会看到它印译出来是另外一个新的经济体 那么在三月底的时候 阿里巴巴发布一个 阿里集团发布一个报告 就是我们的中国零售业的总额 超过了三万亿的人民币 那么这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的一种胜利 那我们知道沃马这个企业 它在全球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它在全球的员工要超过百万级的员工 那么它花了五十多年的时间 它的零售业的总额 是在三万亿人民币左右 而淘宝天猫计划算 那么这些个体呢 仅仅是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仅仅是用了不到五千人的员工 它可以去创造颠覆掉了一个旧的一个经济体 那么所以它是我想表达一个观点 在互联网的认知阶段里面 它是不断增长的一个过程 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说 互联网是将线下的东西给吃掉了 但其实我们来看的话 在多年前 我们集团的主席马银先生和这个 我们说万达的主席王健林之间的 有一个赌注在多年前 他们的赌注说 这个在马银说 多年以后 这个线上的份额 会是这个这个 占据线下份额的多少多少 而王健林先生说 线下一定会比线上更强大等等等等 但是多年后 我们再来看他们双方之间 已经没有这个赌注了 或者说这个赌注已经不了了之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双方都了解一个话题 不可能是线上辞掉线下 也不可能是线下要去颠覆线上 只有什么呢 只有线上和线下的结合 只有互联网去拥抱线下 也只有线下去拥抱互联网 才是我们的未来 那这是我们的认知的一个阶段 当然另外一个我们再往下看一看 那我们说在在座的各位 都是在这个整个见证外贸的最这个这个最前沿的这个从业人员 或者说见证整个香港的这个这个 这个节起的这一代人 我们来看的话 包括我们在大陆 我们说外贸这个行业 其实是最早接触或者我我我们把它叫外销这个行业 是最早接触互联网的 那么我们最早通过互联网的这种工具 来跟海外的客商进行Email的沟通 或者生意的来往 但其实我们今天来看的话 不管是在大陆 还是在我们香港 我们都会发现国际贸易 并没有因为互联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或者说发生质的非业 那但是我们又来看说反观 我们在别的行业里面 比如说在大陆 我们说在大陆 这个出口这个市场呢 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因为互联网 但是我们却看到很多的行业 因为互联网发生的根本性的改变 比如说目前在大陆 如果在座的各位去大陆 你会发现在大陆的 AutoAuto这个APP的应用的软件 非常发达 比如说滴滴这家公司 滴滴打车这家公司 成立的时间短短的几年时间 刚刚在上周 他们完成了另外一轮的融资 20亿美金 他们现在的市值达到200亿美金的市值 即使短短几年的时间 它的市值却达到了200亿美金的市值 那到底为什么滴滴这家公司这么值钱呢 我们说它做的是传统产业 就是打车这个行业 但是它却用互联网加的方式 重构了这个打车的这个行业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在大陆是很方便 不管你去到大陆的任何一个城市 不仅仅是北上广深 你还包括说去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很多 二线或者三线的城市 比如说我们去潮州 汕头 我们在座的可能有潮州籍或者汕头籍的朋友们 比如说我们去潮州或者汕头 或者我们去惠州 或者我们去韶关 广东的这些地方 又或者是我们去浙江的 除了杭州宁波之外的 义乌精华等等 我们很方便的可以是吗 当我们要用车的时候 我可能用打点击那个APP 滴滴也好 神州也好 或者Uber也好 我们会发现很方便的 当我们发送一个希求的时候 很方便我的希求会得到满足 是什么 是因为这些滴滴用大数据的概念 去重构了这个行业 那于是我们说 真正互联网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哪里 是它大数据的应用 所以也就是对我们整个阿里巴巴的国际事业部来讲 我们在思考的一点说 在互联网这个领域里面 或者说我们如何通过互联网加的方式 能够真正帮到我们的外销的市场 那谢谢请往下 那怎么帮到我们外销的市场呢 于是我们说一定是互联网加外贸 不是一种信息的呈现 它是一种数据的应用 之前我们的外贸加互联网是仅仅是做了一个信息的展示 或者是作为一个营销的一个渠道 但真正互联网加它最大的价值代理是它的数据的应用 通过数据的应用能够 能够去整个驱动我们外贸新的这种未来 那为什么我们说敢于去展望这样的一种未来呢 比如说我们来再设想一个场景 最早期的时候的淘宝 最早期的时候的淘宝呢 它不像今天那样是万能的淘宝 最早期的淘宝的概念是 家里有一些闲置的用品 二手物品 或者是买回来用了一次两次没有任何作用 一次呢想法说把它搬到网上去 然后满足一些爱潮流 爱新奇年轻人的一些消费的观念 一次线下的东西搬到了线上 但是它的支付呢 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最早期的时候呢 淘宝的交易叫线下的交易 叫同城的交易 就是当我在网上看到某一个 比如说家能的相机不错 那怎么交易呢 双方之间是没有信任感的 怎么办呢 一时就会相约说 在某个地铁站 在某个广场 然后进行这种同城的交易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方式 那这个是零售加互联网 不是互联网加零售 因为它只是将线下的事情搬到了线上 但是对整个交易的流程或者环节 是没有进行重构的 那我们说互联网加外贸 或者互联网加零售业 真正的重构是指什么呢 一是后来我们淘宝说 再发现说这种交易不行 因为它的规模实在有限 怎么办 我们要解决信任的问题 一是有了支付宝的概念 支付宝就等同说第三方的概念 我要购买某样东西 我打款到支付宝这个账号 卖家是可以看到 买家已经支付了这笔款项 但是卖家他只有发完货 这个支付 支付这个这个这个 买家收到货 并且确认OK之后 支付宝才会将这个款项 放款给卖家 一是完成了这个支货的这种环节 当然中间还加入了物流的环节 所以说是重构了整个交易的流程和环节 所以才会有今天三万亿人民币规模的 中国网上的零售业的这个这个场景 那我们说在外贸这个领域 如何来通过互联网加外贸来呈现呢 一是我们讲说 我们应该对整个的交易的环节 来进行这种重构 那我们怎么对整个的交易的环节 进行这种重构呢 谢谢往下 OK帮我按一下往下好吗 谢谢 好再往下 OK 我们说在整个的交易环节过程当中呢 我们说 一开始互联网解决是信息 但是信息呢 比如说我们做国际贸易 我们知道信息仅仅是第一重的展示 信息背后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订单的达成 就是我们所说的交易 而交易的背后是什么呢 交易的背后 当我们订单达成之后 它后面有一站式的出口的服务 什么叫一站式的出口的服务 比如说涉及到通关 报关 这个收费 结费 退税的概念 这是一站式的服务 但是一站式的服务 物流背后它只是线上的呈现 那线下依然有物理的需求 比如说货物要运到码头 码头装着船 要到达对方的国家 对方的国家要到达它的窗户 或者到达它的收获的目的地 那于是它有物流的需求 而物流的背后又有什么呢 涉及到货物的话 又涉及到金融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思考的一点说 我们在整个的外贸的闭环当中 是从信息 信息背后的交易 交易背后的这个服务 服务背后的物流 物流背后的金融 我们要将这个整个的环节 要进行这种重购 那我们说怎么来进行这种重购呢 那以示我们可以往下看 在这个闭环当中 我们说整个信息怎么来进行重购呢 以示夫我们会从信息来开始着手 信息呢 最早期的时候 我们国际网站 提供给我们的买卖双方 就是一个信息的一个媒介的一个平台 那比如说我们在过往的时候 在国际网站 当我们搜索MP3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文本的匹配的方式 文本搜索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搜索的结果页面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当我是一个采购商 我查找MP3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的服务器会自动算出说 哪些产品哪些企业是提供MP3 是有提供MP3这个服务的 于是我就会将这些产品和信息 呈现在搜索结果的页面 那这是我们在最早期的时候 叫信息的展示 但是现在我们在信息的维度里面 我们是做的什么呢 我们是做的是信息的精准的匹配 不再是做文本的搜索 什么叫信息的精准匹配呢 今天我们已经对我们 这个国际网站上面 1200万的海外的买家 我们已经进行了画像 什么画像呢 就是我们对1200万的买家 它是什么类型的采购商 它一年的采购金额是多少 它是来自哪个国家的采购商 它对哪些什么样类型的供应商 什么样服务能力的供应商 什么样资质的供应商 最感兴趣或者符合它的要求 我们对1200万的这个采购商 有了这种画像 于是当这1200万的采购商 当他上了阿里巴巴国际网站的平台之后 当他搜索同样搜索MP3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的服务器马上会知道说 搜索这个词的人是长什么样的 他对供应商的希求是什么样的 他对供应商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 于是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将 符合这些买家的希求的 这个什么供应商的画像 会呈现出来说 当他搜索结果页面的时候 呈现在他面前的 就是他想要的这些供应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信息当中最核心的 就是一种匹配 匹配的概念 尤其是它的精准的匹配 那很多人说 到底你这个信息是怎么来的呢 这种信息是 这种数据是怎么收集的呢 比如说供应商的数据 是怎么收集的呢 那一世夫请我们的同事往前翻 翻到前面的页面 往前 应该说 对对 就是往前 往前 好 就在这个页面 我们会对我们的供应商 会有一个海量的数据的收集 比如说这个供应商 如果是在大陆 我们觉得他收集他的工商信息 法院的数据 他的财务的数据 他的银行留嘴的数据 这些会非常非常方便 当然我们说港台的台 香港的企业 我们知道他的贸易能力非常强 他的交易量也非常大 但一直以来呢 我们也没有很好的一些 对供应商的画像的能力 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 对在座的各位 你的真实的贸易的数据 或者真实的交易数据 没办法去做沉淀和收集 那一是否我们说 开始引进我们的一达通 因为我们知道一达通 你所有的走货的数据 都是真实的 都是可信的 一是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呢 我们就有了企业的一个画像 到底他的贸易能力如何 他的企业信息笼合 他的这个行为如何 一是我们对所有的企业 就会有一个分等级 就像国际的信用评级机构那样 我们会在午夜初的时候 会发布一个企业的信用分值 我们都会对我们的企业 进行一个从3A级到2A级到1A级 到2B级到1B级的这个 从350分到950分之间的 信用的等级的评分 而这种评分的概念在哪里 就是对比如说 对在座的各位来讲 就是具好的机会 因为我们说在座的 来自我们香港的 不管是我们生产型的企业 还是贸易型的公司 在这几十年上百年的 跟国际贸易过程当中 你们对你们的贸易的信用 会更加的care 你们也有更更强大的 贸易数据的支撑 也就是对在座的各位来讲 未来在国际网站当中 你可能在出现在国际的 采购商的视野当中 你会更有优势 是因为可能因为你的更多 真实的贸易数据的沉淀 你更多手性的这些行为 依师傅你在网络上面的表现 会更加之好 原来可能你会发现说 我在平台当中 跟大陆的企业来评估的话 可能我的优势就在于说 可能是我的贸易能力 可能别人觉得我的物理位置 是在香港 但今天国际网站就会真正的支撑说 原来你是一个在所有的供应商 或者贸易商当中 你是平级是3A级的 你的信用等级更高 那信用等级更高 就意味着什么呢 那依师傅我们回到再往下 谢谢 请我们同事 好再往下 好我们就会去到交易的这个环境 我们说有了精准的匹配之后 一个海外的买家 有以精准的匹配说 他希望是这样供应能力的 希望是这样等级信用的 那依师傅他就会进入到第二个环节 就是交易的环节 订单达成的环节 刚才我说 由于你是3A级的企业 你的优势在哪里呢 依师傅你的优势马上会被放大 我们知道今天在国际贸易过程当中 比如说如果在大陆 更多的时候的交易的支付的条款 都是TT的方式 或者是信用证的方式 但是其实对海外买家来讲 他要承担着很巨大的风险 是什么 他可能并不了解你的工厂 并不了解你的企业 他也仅仅在网上找到了 你的信息的呈现 但是真的要把款打给你的时候 他会有犹豫 到底我把这个款打给你的 能不能收到货 货物的质量如何 他没法界定 或者说他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尤其在大陆 很多时候都是说 你先把定金打给我 然后我开始生产备货 那我备完货之后 准备要装船的时候 你要把仪款打给我 我才会让货装船出去 你似乎就会很多的时候 所有的风险都是什么 已经转嫁给买家了 所以买家给我们的时候 给我们的条款当中 一定不会给我们太高的 溢价的能力 因为他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当然因为香港的企业 你的信用度摆在那里 可能对很多海外买家来讲 他会更信任 但是今天由于互联网很发达了 对很多海外的采购商来讲 他不仅仅可以找香港 他也可以找大陆 那我香港的优势在哪里呢 一是我们说 我们就会引入一个叫 信用保障的环节 就是我们会引用 类似支付宝的概念 在国际网站当中 去年已经在大陆开始引入了 那今年我们已经 在做这方面的商业计划 马上我们会在香港 引入我们的信用保障的服务 当然我们在做探讨 就是说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会对我们的香港企业会更好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 我们会引入一个类似 支付宝的概念 我们把它叫信用保障服务 什么叫信用保障服务呢 就是买家和卖家 和阿里双方之间 三方之间会有个协议 阿里会对我们的供应商 就是在座的各位会提供一个 一定额度的信用担保额度 比如说是几万美金到几十万美金不等 假如说是在这个额度之内的交易 产生的纠纷 比如说没收到货 或者是货物收获的延期 阿里巴巴会先行来支付 赔付给买家 以让买家有更放心的 跟我们在座的进行这种交易 但为什么阿里巴巴敢对在座的 各位进行受信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你有真实的数据 沉淀在我们的平台 沉淀在我们的公司 所以我就知道说你一年的出货量 比如说是一千万美金 那我可能给你受信的额度会很大 又或者说在金融纬度里面的额度会比较多 那么这个交易的目的是什么 会让你的交易的会更顺畅 那我们在去年 我们的一达通的整个的订单金额 已经达到了这个 达成的订单数已经有八十多万笔 就是我们已经设计了一百五十多亿美金的这种交易 而我们的信用保障里面 对现在我们总共的额度 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讲 收信的额度是已达到一百八十多亿人民币的信用的额度 也就是阿里巴巴在承担的一百八十多亿人民币范围之内 阿里巴巴都会先行来赔付 那当然分给每个供应商的它的额度不一样 有些供应商的额度会高一点 是因为它的数据有沉淀的多 那有些供应商的额度会小一点 因为它的数据流存的少 那么这是我们在交易 当然我们解决了交易之后 比如说 当我们在解决这种达成的这种订单之后 那订单背后就要设计到很多的 一系列的跟海关打交道 跟这个税务打交道 那怎么办呢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站式的服务的能力 那么这个服务呢 我就不在这里面赘述 因为我的下一趴 我会有请到这个一达通的我们的一个这个这个负责人 这销总来给大家分享说 到底一达通能给在座的各位 怎么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 比如怎么来提高你的效力 来结益你的成本 待会他会更专业来阐述 但是我们说今天我们在做的目的 在这一块我想谈一个核心 就是让出口的企业 他的出口的成本会更低 他的时效性会更高 让没有做出口的企业 没有做外销的企业 他可以实现一站式的出口 让他在出口的环节当中 不会有任何的障碍 那这是我们在购的服务 当然这是我们的物流 物流呢今天我们在打造 一站式的物流的解决方案 那物流呢我们会两个维度 一个呢我们会跟全球的一些 知名的物流 这个这个货运的公司来有合作 目前跟我们合作的公司 已经有五百多家 那当然另外方面的 我们的菜鸟的物流呢 也在建更多的一些海外舱 海外舱 我们希望能够实现更多的 快捷的便利的低成本的 这样的一种物流的方式 那这也会解决到一站式的 当然最后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这个我们的 金融的产品 目前我们提供了很多 比如说我们关于 有信用证的买段 有订单的融资 有社交保 有存信用的贷款 有很多很多 这方面的一些金融的应用 这些都是结合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在企业的信用分值里面的话 会有更多的一些输出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谈的说 通过互联网加的方式 来重构整个在国际贸易当中 外贸当中的各个的环节 我们希望通过大数据 来对每个环节 能够进行一个申请 那当然除了打造我们一环之外 刚才我们的brand也跟大家阐述了 我们在生态圈里面的一些建设 这是我们的一环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圈 就是我们的生态圈 谢谢 请往下 请我们同事 往下翻 OK 往下翻好吗 谢谢PPT OK 好 再往下翻 好 全部把它打开 这就是我们所在一环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建立的一个圈 就是我们说的外贸生态圈 我们在香港已经有 有有有比较多的一些生态圈 往下的动作 刚才brand也跟大家展示了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跟第三方的一些合作 当然我们也 政府端也给到我们更多的一些 这个一些一些一些更好的政策 所以我们在政府 在阿里 其实我们第三方当中 在共建着我们的整个的生态的系统 比如说我们不管在人才方面的腐化 还是我们在这个政策的一些支持 即使我们在整个阿里的这种建设当中 有更多生态圈的去内容 我也不在这里面追溯 因为刚才brand也讲到了 但是我想给大家一个启发是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可能在大陆也会有你的产业 有你的工厂 或者有你的生产基地 对吧 在香港也会有 我只是想说 比如说对我们在座都是跟网络 在香港当中我们是跟互联网接触的 比较多的一群企业家群体 那我们说我们在在香港的话 我们这一群人 是不是可以为这个生态圈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一些力量 我们是不是可以注入更多的一些 利他的一些思想 更多的一些开放的一些心态 更多的一些共赢的一些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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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这个这个态度 来一起来去打造我们的整个生态圈的 当然我们说 希望所有的呈现完之后 谢谢往下 所有的呈现完之后 就是这样的一种图 每一个的个体 它可能是在最上面 大家会看到一个个小的圆圈 我们说这就是相当于说 这是每一个小的一个 一个中小微的企业 它最开始的时候 它可能是很很孤独的 或者是很很孤单的 或者是它的能量 还不够足够大的 但是我们希望所有的个体 进入到这个我们搭建的一环一千当中 和政府阿里巴巴第三方搭建的一环一千当中 最终它长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它更给它更有国际接轨的服务的 我们说水准也好标准也好 它更容易这个这个买卖双方信任的建立也好 而且它更多的贸易保障更容易被找到更多的可以用金融的一些产品 提升我们的销利成本等等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的 通过这种 一起来去努力打造的这个一环一千 来给我们的企业的赋能 OK 所以呢 谢谢再往下 所以 对于我们整个来讲 我也呼吁也好 或者当然阿里巴巴也在践行 我们就会跟政府我们跟第三方 及其我们的这个这个行业协会 及其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们说一起来去共建我们这个一环一千 干嘛呢 来赋能我们的中小微的企业升级互联网加外贸 最终的通过我们的数据 来助力整个的外贸的产业的升级 所以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这些 谢谢最后 最后一页 OK 谢谢往下 好 谢谢 那么祝福我们的这个香港的明天更美好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